这 真的是太子殿下 陛下病重爱静 还是我一个人进去 你们就在外面候着吧 是 是 黄鹤 你继续说 皇后娘娘 山宗及淮渠等地 缺粮严重吗 如今正是崔征下税的时候 老百姓日子难过 即刻起草诏书 下水秋凉减半 皇后娘娘 可否宽县些时日 带户部与工部的官员 拿出个章程来 等他们拿出具体的章程 当地的百姓 早已饿死大半 怎么 杨大人不赞同 或等太子归来 再兴你招 不 即刻准备执笔 杨大人在此草迷诏书 你完了再走 与 bisog Couple... 皇后娘娘 汉王和赵王 还有数位朝中重臣 一併入宫了 娘娘 汉王不是园在封地吗 咱们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 可人远道而来 不计见见 又为待可之道 见过黄嫂 不计见 臣弟听闻 宫中出了大事 便日夜建成赶了回来 眼下 不知皇兄的病情 到底如何 陛下的龙体 有太医照料 两位身为藩王 未经宣诏 怎可擅自离开封殿 我太祖皇帝留下祖训 樊朱王居鞭者 吴景 依妻回朝 游景 则从变 不拘朝期 发生足以撼动天下的大事 我等怎能置之不理 如今各地的流言蜚语 皇嫂可曾听闻 什么流言蜚语 皇宫 皇宫 如今 京城流言 陛下病势危重 太子远在南京 朝中 无东宫监国 我们匆匆赶回来 也是怕这流言肆虐 国家会有动荡 是啊 皇后娘娘 陛下病势可有好转 是否宣召太子回京 为何我们苦等数日 都见不到陛下呀 陛下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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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如何来啊 陛下刚刚服完药 现已睡下 二位兄弟风尘仆仆 想必也累了 不如回去稍作休息 再来觐见 胖嫂 你看臣这靴子 臣弟一想到皇兄这病情 着实心急如焚 恨不得能泪插双翼 就这么忍心将我拒之门外了 是啊 皇嫂 您要是怕这么多人进去 惊扰了陛下 您就让我们二人进去 远远地惆怅一眼 我们便出来还不行 回去 皇嫂 诸位陈宫 都是皇兄以赖的重臣 您推三阻四 不让我们面见陛下 莫非另有隐情不成 我要立刻去见皇兄 如果皇兄无恙 臣弟甘愿受罚 皇帝需要安心静养 谁敢在此嘲嚷 按善处恭维论处 天下哪有亲兄弟 到了门口也不让见大哥的道理 您这么晚 不怕宣扬出去 是人非一尼独断砖刑 离见我兄弟之情吗 朱高絮 你少年顽劣 且屡教不敢 身受太祖皇帝的厌弃 若不是我替你求情 你这脊梁骨 早被鞭子打断了吧 三弟啊 郝总 从前你身犯眼疾 若不是长嫂替你辩庆明依 你今天恐怕不在了吧 人说长嫂如母 何时轮到你们二位 在我面前叫嚣 东宫已在归途 再过三五日便可抵经 到时即便陛下身体未愈 也可由东宫监果 诸位大可放心 再在此处吵吵嚷嚷 尽了什么价 你们谁敢担待 孟上师 过来 你来说清楚 陛下的身体 到底如何 陛下进了半碗安神的药州 确实已泄了 你撒谎 汉王请自重 还剩太医 王爷 陛下病了这么久 一案何在啊 依然在此 我平日爱研读医书 又忧心陛下龙婷 所以向太医院建了依案 怎么诸位剑拔弩张的 自私月人吟至本月新四 一案齐全 二位王爷若有兴趣 可以带回去慢慢研究 送客 皇后娘娘 太子贵京途中 遭刺客突袭 什么 怎么回事 太子出事了 皇后娘娘 孔卿的凤体 还是不堪为好 这 真的是太子殿下 母后 你儿子怎么可能命丧他人之手啊 这具尸体不过是个刺客罢了 你放心 一切由我 你儿子怎么可能命丧他人之手啊 你儿子 好孩子 我尽知道你会平安回来的 殿下一回宫 便主臣将尸体呆上殿 为的便是震慑幕后主使 还望皇后宁的恕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回来路上真遇着刺客了 没事吧 没伤着吧 这幕后主使到底是谁查着没有 我舍弃大盗 树改路线 可刺客依然穷追不舍 那我就只好故步迷阵了 nu不死 akin 啊 粗 极 年 birds 这下 二叔 怎么这么看着我 高兴 二叔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太子有勇有谋 英武过人 是乃国之姓氏也 好啊 好 宣太子觐见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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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天了 大哥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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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